大家好,我是赵爽 我们来画猪肠暴龙的身体 它的身体看上去跟霸王龙或者是特暴龙非常的类似 我们在画的时候基本也是参考这两种恐龙多一些 它的前肢有两根指头 后腿非常的粗壮 我们在画的时候重点研究一下这些肌肉 我们在画的时候可以逐步讲解这些 我们现在就来画猪肠暴龙的身体 首先我们要画一下它头部后方的大概样子 比如它的眼睛在这儿 它的头部后方大概在这里 我们可以先复原一下它的骨架的结构 可以用轻一点的虚线表示 它的脖子很短 大概呈现一个癌字形的样子 然后是胸部的这个胸椎 也是背椎 然后在这里是间椎 间椎的长度跟头骨差不多长 如果头骨画全了大概是到这里 间椎大概也是这么宽 间椎的两侧是骨盆 背椎的两侧自然是内骨 然后背椎的前方是肩胛骨 肩胛骨的形状大概是这样 然后肩胛骨的前方是肩胛骨的头 然后以及污秽骨 两个污秽骨合并构成了它的胸部 然后这里是它的前肢 大腿后方这个长骨 这个长骨下方接下来是持骨 持骨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向后是坐骨 坐骨大概是到这里 然后大腿 骨头根部大砖子在这个位置 然后膝盖大概在这里 然后小腿 往下就是脚 大腿小腿几乎等长 然后脚 后边还有尾椎 了解了这些结构之后 我们就可以划帮的身体 首先注意的一点就是 它的内骨大概到这里 它的内骨就一条条这样下来 截止到这里 然后污秽骨后方连着的胸骨 胸骨再向后有一个叫腹类的结构 也叫腹膜类的结构 是像鱼的鱼翅一样 一排一排 然后一直连接到这个尾骨上 这就构成了它的腹部轮廓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分析一下它的肌肉 就是它的脖子上首先有这样几组肌肉 首先脖子背侧 包着颈椎上方 这个线我们就可以划得稍微实一点 然后在脖子后方 以及一直到肩胛骨前方 有一块三角形的肌肉 然后脖子下方 有这样几组肌肉 尤其两侧 这组肌肉是非常巨大 用来扭动它的头部 然后下方的这条肌肉 一直连接到它的肩胛骨上 连接到这里 这里有一块松软的皮 连到它的下巴外侧 下巴这里是它的喉咙 这个就说得到表皮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给它画得清晰一些 好 这是这里的肌肉 如果蒙上皮之后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 就是这里的这几组肌肉 然后就是背侧的肌肉 肩胛骨后方背过肌 肩胛骨前方有一组肌肉 包裹着整个肩胛骨 前后两方都是 把这个肩胛骨包裹成一个 不太明显的这样一个突起的样子 然后在肩胛骨的后方 这里就是它的前肢 另外一侧也是 然后胸部往后 我们把这个轮廓画得清晰一些 然后这里是肋骨的轮廓 后背的轮廓 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是大腿小腿 它的腿部的肌肉 就是与骨盆宽度是相同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大腿的形状给它推测出来 大腿小腿脚 这另外一侧 然后这里向后是它的尾巴 好了背侧我们就可以给它复原出来 然后在大腿跟身体之间 有一层皮膜连接过了 大腿跟尾巴上 也有一层皮膜连接过了 好 我们最后给它加一些印象 这样猪肠暴龙的身体 我们就完成了 谢谢大家